第四十五节 小铃铛带走了云叶拿来的食盒 并带走了云叶关于昨天失礼的歉意 铃铛对云叶是充满了好感 觉得这个读书的相公人很好 不但让自己偷吃还不告诉别人 还主动的背黑锅 今天的愉快真是好吃 目送小宫女离开 云叶笑得很贱 甚至有那么一丝阴险 征服一个人 从他的胃开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这一条不但适用于男人 也适用于女人 中华五千年总结出的美食经验 他的战斗力总是那么强悍 云叶坚信 自己做的家常菜 一定会征服李安兰的胃 里程前顺着云叶的目光看 只看见几株苍净的老松 不明白他为什么发异认 挠挠头就不理会他了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进食 他总感到今天的饭食少了许多 而他又比较饿 皇家每个人的饭食是有定量的 不是传说中每餐大鱼大肉的 随便糟蹋 宫里侍女或许有偷吃的 但绝不敢偷吃我堂堂太子的饭食 那会送命的呀 云叶的盘子里堆的高高的 比他的两份还多呢 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家伙把我的饭菜 弄到他自己盘子里的 有些悲愤 又有些无奈 一位国侯偷帝国继承人的饭食传出去 那会让老百姓笑死的呀 会被载入史册一臭万年呢 李承贤只有打掉牙齿 往肚子里咽的 同时决定 饭后云叶如果不把自己的肚子喂饱 就告诉李安兰 云叶呢 其实是个恶棍 没等到吃饭呢 就有内侍赶来说 娘娘宣太子和蓝天侯到甘露殿见家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甘露殿是皇上的书房 在那见面 这岂不是要面对历史上最恐怖的两口子吗 难道说与今早见到的那个六品官 窦中有关 我又不是你朝中管事的大臣 我只是一个混俸禄的小人物 有事 你找房玄陵 都如悔呀 鼎鼎大名的防谋杜段 你不找 那我开什么心呢 云叶心中富飞 脚下不敢有一丝的缓慢 李承前阴险的脸笑着在前面开路 他喜欢看到云叶在他老爹老娘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 甘露殿里呢 也盘着一个大炕 竹边的鞋子上面铺着厚厚的毡子 再来两层毛茸茸的毯子 人一坐会陷下去半个屁股 李二面前一个一米见方的方桌 上面摆着五六道菜 云叶看着眼熟 一道毛氏红烧肉 一道竹笋木耳肉丝 一碗倒扣在盘子里红色肉皮朝上的干菜扣肉 再加一道黄豆炖猪蹄 只是那道叫花鸡 哪里去了呢 糟了 这不就是昨晚自己精心制作的六道菜中的五道吗 不是让铃铛给李安兰送去了吗 怎么会在李二的桌子上呢 是不是有些眼熟啊 李二挖了一勺子猪蹄汤里的黄豆 塞嘴里细嚼蔓延 看来是吃架 猪蹄汤里的黄豆味道最是醇厚 猪蹄的精华全在里边 咬一口绵软松香 他一下子就找准了命门下手 小陈昨日无意中对公主无礼 回到家中悔恨万分 不知如何赔罪 家里四壁空空 唯有一手厨艺还拿得出手 就做了几道菜送给安兰公主 希望可以平息他的怒火 也能减轻陈亲中的愧疚 不错 假话说的有水准 不愧是世外高人的弟子 无缘无故送美食于宫中 这道罪名算你脱罪了 这东西你又如何解释啊 李二从炕上抓起一个银饼子扔过来 无良的 上面云腐秘制的名文清晰可变 长孙皇后坐旁边给李二布菜 根本是云叶如无物啊 夹了一筷子竹笋木耳肉丝 放到了李二的饭盘里说 您尝尝这道菜 十分的劲道 大冬天的 也亏他能找来新鲜的笋子 强盗啊 我送给你女儿的菜 看太监没根没底的 可怜的打赏了几两银子 都被你们夫妇掠夺 没天理啊 我给宫里送吃的 那还是美食呢 那怎么就犯了法了呢 这还有道理说吗 转眼一想啊 这不是后事 貌似李二陛下说的话 那就是枉法呀 现在还真没有说李的地方 贿赂太监打听李安兰的事 还得解释 啊 陈 陈今早 不到四更天就起身了 唯恐公主怪罪 遇到领路的那时呢 就多打听了几句 安兰公主的喜好 准备投其所好 不想陛下明见万里 小陈一点 龌龊的心思 都逃不过陛下的法眼呢 请陛下恕罪 父皇 蓝天侯昨日无意中冒犯了安兰姐姐 悔恨不已 昨日在孩儿宫里说要赔罪 向内侍打听姐姐喜好 也是有的 请父皇念在他一片诚心的份上 饶他一次吧 李承前到底是好兄弟 虽然平日里呢 有些无耻 这紧要关头上 还是兄弟扣得住 俩唐朝最大的地主 地主婆 看都没看地上站着的哥俩 你一口我一口吃的十分邪义 一边吃 一边品评云叶的手艺 李二似乎对于猪肉很是中意 一大片扣肉 嚼在嘴里不停的点头 看气氛 有些缓和 云叶就大着胆子 一一介绍每样菜的特点 长孙皇后听得很仔细 偶尔还问几句 云叶李承前暗暗相视一笑 看来今天呢 可以混过去了 你与你师父情同父子 为何将他以鼓化为灰烬 且洒入大河 给后人连个祭拜的余地都不留呢 李二九族饭饱 竖了口 也勒一口茶水 问云叶 尘归尘 土归土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师父常说 既然赤条条的来 就一定要赤条条的去 我已长大 师父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牵挂 都没有了 小陈遵照他的遗嘱 让他归于天地 影像留在我们的心间 早准备好答案了 就知道他会问 这倒是高人行径啊 走得干净彻底 不留一点后患 今天你老是告诉朕 白玉京是怎样的存在啊 会不会对我大唐造成威胁 如今你也是大唐一员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慎重回答 李二在云叶面前 第一次站在同伙的立场上谈话 陛下完全可以认为 白玉京与东海龙宫 九霄之上的灵霄宝殿 是一样的动机 就小陈猜测 白玉京是一种精神境界 而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 有人曾经飞到九天之上 白云之间也没有发现神仙跑来跑去 希望母的天池就在昆仑山上 花几年时间就会到达 上面除了冰雪 就是一个大湖 冷得要死 气都传不过来 小陈就不相信 有什么东西可以常年在那种环境里 常年生存 什么四十不屑之花 连杂草都没几根 想起来小陈就后悔去那玩 云叶心中暗笑 天池 我去过桑卡 东北的火山湖 天山的天池 再加上西藏的天池 说实话 如果去掉各种旅游设施 那救他娘的纯粹是蛮荒之地 爬山爬的脚都没知觉了 跑上去看一眼蓝色的湖泊 那亏大了 下了山还嘴硬呢 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美景 给别人一顿的胡吹 自己吃了亏 那就不想别人好过 我一哥们就是被我忽悠去的 这回来 这儿得掐死我 等别人问起这趟旅行的收获 他满脸的陶醉的形容 让我深恨自己语言的匮乏 李二全家三口 现在的表情就像我上课 回答不出问题时的样子 茫然瞪着一双无知的眼睛发呆 人可以在天上飞 你去过西王母的天池 很好 云叶发现自己是一个转移话题的高手 一下子就从师父哪儿去了这个话题 转移到人能不能飞这个简单的科普问题 轻壳了两声 一副博物馆解说员的姿态 让李家三口肃然其境 陛下 见过孔明灯吗 那是祈福用的 朕当然见过 说 这人在天上飞这回事 不要懂拉西车的 李二连有些抽抽 陛下 那人就是坐着孔明灯飞上天的 胡说八道 谁家的孔明灯可以带着人飞天呢 李二蹭的一声就从炕上穿下来了 胸个的眼神死死的盯着云叶看 如果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云叶今天就会死得比猪还难看 陛下 莫脑 听小陈把话说完 您看 两尺见方的孔明灯 可以把蜡烛或者火棉带到高空是吧 这话没错 海儿去年就放过一个三尺大小的孔明灯 连油盏都带跑了 那油盏 足有三两 里程前在旁边帮枪 多谢太子殿下 您说的不错 三尺的孔明灯 竟然可以带起三两重的物体 那么比他大十倍的孔明灯 岂不是可以带起十倍的重量 如果再加大火力 一个三十尺的圆球 带起一个重百十斤的人 那岂不是轻而易举吗 小陈就做过这东西 下边用蒙火油喷出火焰 把热气往大球里吹 人坐在竹边的大筐里 随风在天空飘荡 云彩全是水气 穿过云彩人都湿透了 天上很冷 大夏天得穿皮球才能挺得住 地上的人都变成蚂蚁大小 城池就像炕桌大小 陛下如果喜欢 等小陈找到了何用的棉布 咱也造一个 唐代没有画签 不知道有没有既结实又密封 还得防火的材料 李二陛下做回炕上 盘着腿 他脑海里正在大起波澜 为什么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没有人尝试过呢 从三国诸葛孔明发明孔明灯以来 已经快四百年了 就没有一个人这么想过吗 非天哪 这是何等的壮举啊 就算有危险 在这么大的名利诱惑下 就没有一个死士吗 难道说真如程咬金说云彩的话 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小子 我大唐不是没有这样聪明的少年 甚至有些还要超过云彩 可为什么他的七思妙想 就能成粗不穷 简单的制言妙法 简单的炒钢 简单的夺命续血 简单的铁炉子 竟然造就了一个产业 简单的风波煤 加上黄土就变成了烧柴 连今日简单到被大唐上流人士遗忘的猪肉 它也会如此美味 我大唐这样简单的做法太少了 如果有百十个云叶 这大唐会变成什么样子 把简单变成不简单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那就难了 这需要怎样的玲珑心肝 这是一个怎样的怪胎 李二大受打击 多年养成的高性格在云叶面前一败涂地 他没心思追究云叶贿赂内侍的问题 也没心思追究云叶炮他女儿的事 现在只想静静的理一理思路 重新树立自己高高在上的心态 没有这种心态 是做不好皇帝的 他挥挥手 让云叶和太子推下 自己躺在炕上 一言不发 长孙皇后把刚才的情形都看在眼里 温柔的给李二揉按太阳穴 等待自己丈夫清理清楚思路 重新变成高高在上的帝王 观音币 我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 是我们太蠢 还是这小子太聪明了 李二纳闷的问皇后 二哥 你想差了 那小子从小就在一群怪人中长大 或许 或许说 他从小就在一群高人中长大 见多识广 再加之 从小受到的教育 与成前他们完全不同 听程咬金说 他学习的不仅有算学 还有课物 他叫物理 还有几何 还有几种 切身都不明白的课业 甚至连胡说八道 也是课业 有超出常人的心思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切身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出格 黄寇的一齐话 让李二精神一振 咬牙切齿的说 小子 想娶我女儿 没那么简单 云叶满脸笑容 一跳一跳的 在花园小镜上蹦着走 李成前则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 没见过给女孩子送礼 被捅到父母面前 丢了老大个脸 还喜笑欢言的 这货 该不是被切封了吧 悄悄往外走两步 离他远点 以防被他抱起伤人 小燕 暗兰他就这个脾气 没见他连我父皇的面子都不给吗 我父皇虽说减免了他一点用度 他就干脆一点都不要 还在廷涛馆那边开了一片小农田 虽说收不了几颗粮食 他却乐死不疲 我母后去劝过 他只是哭 完了呢 还是独来独往 他母亲地位低下 却也是有名分的昭仪 经常送点东西给他 这才没给饿死 我父皇说 他是个倔驴 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吧 李成前其实很希望云叶成为他姐夫 毕竟这是他第一个朋友 他不希望看到两人有一个人受伤 他哪里知道 云叶心中的快活 云叶此时在心中大喊大叫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好姑娘是不会被一点小恩小惠打动的 想当年我老婆她就是这样 一个月没吃早餐 花了百多元买了个兔子娃娃 向她表白心计 被她用墨汁把眼睛涂成黑色 弄得这兔子不像兔子 熊猫不像熊猫的还给我了 最后还告诉老师我耍流氓 害得我在全班做检查 她笑嘻嘻的在旁边看着 那又如何了 最后那不还是成了娃娃她妈妈 你当我喜欢李安兰 如果不是那张脸和老婆一抹一让 那我会上竿子追她 弄回来 一定要弄回来 哪怕和她什么都不干呢 这午夜梦回时看看也好啊 这种杀千刀的心思 不敢给李承前透露 否则呀 他真会干了我呀 谁说李安兰没有接我的礼物啊 我做了六道菜 陛下餐桌上只有五道 那一道叫花鸡哪去了 你别告诉我啊 安兰有扔食物的习惯啊 叫花鸡 什么叫花鸡 吃的 李承前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一道真真正正的美食啊 一岁大的鸡 掏去内脏 用油 盐 香料 料酒 腌了 再包上 荷叶裹上黄泥 放火锅里烧 等黄泥干透了 鸡也就熟了 泥壳子一打开 哎呀 香气四溢啊 就你家做的基因的 拍马也赶不上